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这样 我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 问有没有看到过头上长 有兔子耳朵的一个女孩子 不好意思 没看见 那好吧 谢谢 已经找了三天了 还是没有一点消息 小五 你到底去了哪里 三哥 对不起 我现在的样子 已经配不上你了 以后你一定会找到 比我更好的 小五 是你吗 你别过来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为什么你的声音 和小五的一样 你就是小五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 三哥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小五 认错人了 还叫我三哥 你就是小五 小五 你的脸 我到底是谁干的 我也不知道 那天在悬崖上面 对两个黑影推下山崖 我根本没看清楚 他们的样子 小五 三哥一定会 给你找出真凶的 找到了又如何 我的相貌 已经不可能恢复 原来的样子 到底是谁 把小五推下山崖的呢 亲亲妈妈 哼 不亲爸爸 我也亲亲妈妈 不要亲爸爸 我也亲亲妈妈 不要亲爸爸 为什么是亲妈妈 不亲爸爸 因为我们讨厌你们 为什么孩子讨厌我们呢 因为你们总是伤害自己的孩子 爸爸妈妈 我考了一百分 你们看呀 哇塞 小五真棒 考了一百分 妈妈要奖励你 奖励什么 如果是考了一次一百分而已 有什么好骄傲的 小五 快去继续读书学习 要不然下次你就会考零分的 可是我有点饿 想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好 我现在就去做 不行 写不完作业 不许吃饭 爸爸 我讨厌你 哪怕小五考了一百分 爸爸也只知道批评小五 从来没有表扬过小五一次 可是考了一百分 有什么好表扬的 哪有家长会因为孩子考一百分 就表扬孩子的 我不信 可是我从来不批评比比东 为什么他讨厌我 因为你总是骗他 孩子 这个星期天爸爸放假 可以带你去游乐园玩哦 耶 爸爸 你真好 爸爸 爸爸 今天是星期天 你在哪里啊 我们去游乐园玩吧 爸爸现在要忙一些事 没有时间 你就让妈妈带你去吧 爸爸 你怎么骗人啊 爸爸 我这次考了九十八分 你答应给我买的奥特曼玩具买了吗 哎呀 我忘记了 这次就不买了 下次考了一百分再买 不行 爸爸 你总是这样 每次答应我的事情你都没有完成 我讨厌你 比比东 爸爸 你总是欺骗孩子 既然不能完成就不要答应孩子 欺骗是最可恶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家小红俊讨厌我呢 因为你不爱干净卫生 爸爸 你回来了 宝贝儿子 一天不见想爸爸了吧 快过来抱抱 哎呀 爸爸 你的嘴巴怎么那么臭啊 我 我今天忘记刷牙了 爸爸 你快去刷牙 嘴巴好难吻 哎呀 一天不刷牙 没什么大不了的 今天家长会大家的爸爸都来了吗 这个是我爸爸 小红俊 你的爸爸怎么这么脏啊 我 我爸爸不爱干净 每天都不洗澡刷牙 我讨厌不爱干净的爸爸 原来是这样 孩子们才讨厌我们呀 小精灵 我们知道错了 从今以后一定会当一个好爸爸的 改掉身上的坏习惯 把你们的袜子脱下来 我要检查 小红俊你先来 好吧 快脱袜子检查 乌婆婆我先来 小红俊不要 同学吗 乌婆婆怎么又晕倒了 这次我可没脱袜子 把你们的袜子脱下来 我要检查 乌婆婆我先来 小红俊你快住手 前三次都是因为你才没完成检查 这次你排最后一个 好吧 唐三你先来 好的乌婆婆你检查吧 嗯没问题你进去吧 太好了乌婆婆没发现 等一下 完了要被发现了吗 唐三你的袜子不要了吗 我忘记了 乌婆婆谢谢你提醒我 比比东到你了 乌婆婆你看 比比东你怎么把金币放在袜子里呢 这样多不畏生啊 乌婆婆我也不想这样 可是我 老板我要买这个螺蛳粉 这个螺蛳粉要三十五个金币 糟糕忘记带金币了 这可怎么办 哎呀我怎么总是忘带金币啊 有了我把金币放进袜子里 明天直接穿着袜子去学校不就好了吗 我真是太聪明了 就是这样 比比东姐姐你可以把金币放书包里啊 啊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比比东 下次别这么做了 你进去吧 好的乌婆婆 乌婆婆 你看我的袜子里可是没金币 确实没有 但是你的袜子里怎么有这么多鞋垫了 啊被发现了 其实是这样的 妈妈 我想要那个木偶玩具 可是我拿不到 没关系 我给你拿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矮 做什么事都要你帮我 因为你是小孩子 当然矮了 等你长大了就长高高了 我为了能让自己显得高一点 所以我才在袜子里放了五双鞋垫 就算这样做 你还是没长高呀 小五 其实只要你饮食均衡 勤奋断练 就一定会长高的 原来是这样 我知道了 谢谢你乌婆婆 我就不用检查了吧 不行 必须检查 可是我一脱袜子你就晕倒了 这次我可是做好准备了 这样就没事了 再给你消消毒 乌婆婆 你准备的真周全 看来这次逃不掉了 小红俊 你竟然把游戏机和手机藏在袜子里 真是太过分了 统统没收 乌婆婆 我不服 唐三在袜子里也藏东西了 你为什么不没收他的 什么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唐三 你快出来 乌婆婆 你找我吗 唐三 快把你袜子里的东西拿出来 乌婆婆已经发现了 小红俊 你怎么还告密呢 别废话了 快拿出来吧 好吧 竟然是一百分试卷 乌婆婆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事件是不小心掉到袜子里的 我穿袜子的时候没发现 原来是这样 你也不是故意的 我原谅你了 小红俊 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现在就给我回家叫家长 我也 为什么都蒙着头睡觉 是不是有人在被窝里偷偷吃雪糕 我们没有 小红俊 你是不是在吃雪糕呢 没有呀 小花仙老师 还不承认 那你的被子上面为什么会有紫红色的液体 肯定是被子里面太热 把你的雪糕给热化了 这个 这个 小花仙老师 其实是我刚刚尿床了 嘿嘿 笑死我了 小红俊为了不承认自己吃雪糕 竟然说自己尿床 这也太丢人了 岂有此理 小红俊 你当我是大傻子呢 尿尿 怎么可能是紫红色的 怎么不可能 我昨天吃了太多的火龙果 所以我的尿尿是紫红色的 谁没事会把尿床这么丢人的事情说出来啊 好吧好吧 算我错怪你了 总算骗过来了 其实我刚刚就是在吃火龙果喂的雪糕 都给我好好睡觉 午休的时候不许吃雪糕 小五 是不是你在被窝里偷吃雪糕 小花仙老师 我没有 那你的被子为什么这么冷 让我看看 小花仙老师 不要 天气太热了 所以我拿了一个小电扇在被窝里吹 难道真的不是小五 好险好险 差点被发现了 其实我在小花仙老师掀被子之前 就把雪糕吃完了 都好好睡觉 喵喵喵 雪糕真好吃 好啊 蓉蓉 原来是你在吃雪糕 喵喵喵 好吃好吃 小花仙老师一定想不到 我在梦里吃雪糕 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我吃 我吃 啊 小花仙老师 你怎么闯进我的梦里了 没想到吧 别以为只有你会梦境控制术 我也会 而且等级比你高 可以随意进入到别人的梦里 小花仙老师 我在梦里吃雪糕也不行啊 这个可以 你慢慢吃 我走了 就剩下唐三我还没检查了 看我放大招 加热气 热风给我吹 如果唐三的被窝里有雪糕 肯定会被热坏的 好热呀 小花仙老师 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我来摸摸 床垫和被子都是干的 看来唐三也没吃雪糕 嘿嘿 我的确没有吃雪糕 但我吃的是碎碎冰 有塑料壳子保护着 就算热坏了也不会流出来 等小花仙老师走了 我还可以当果之喝 难道真的是我搞错了 难道他们真的没有在被窝里吃雪糕吗 他本来知道人吗 我其实 другPoint 我应该还没发生 你还没发生 你我还没发生 我可是别人 没发生 你年轻人